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或者登陆论坛与我互动 那么在第四讲linux常用命令里面 我们第一部分文件处理命令 这已经是最后一讲了 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链接命令 其实链接命令里面我们要讲的只有一个命令 叫ln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里面曾经涉及过一个链接文件的概念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词叫软链接 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要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 链接文件在linux里面是怎么样来用的 包括我们提到的软链接和硬链接也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命令的用法 ln命令呢使用上并不复杂 只有一个选项叫-s 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选项 那么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只要用ln或者ln-s 先写上原文件 再写上目标文件 原文件就是你想生成链接文件的文件 而目标文件就是你对这个文件建立的链接文件的名称是什么 它会新生成的那个文件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怎么样来生成一个链接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是生成一个软链接 用ln-s 系统中有一个显示欢迎信息的文件 存放在etc目录下面 我们把这个文件生成一个软链接 可以用ln-s加上文件的绝对路径 然后我把软链接放在-time目录下面 假设叫s.soft 这个时候它就会生成一个软链接文件 如果要生成一个硬链接 可以用ln写上原文件 然后写上硬链接文件的文件名 这时候就生成一个硬链接 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步骤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软链接和硬链接各自有什么特点 它们在什么时候来用 以及呢有什么区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切换到命令窗口 首先呢我们先生成一个软链接 ln-s先写上你要对哪一个文件 生成软链接 写上它的文件名称 然后呢你要放在什么位置 假设我把它放在 存放临时文件的目录下面 放在time下面 起个名字 为了方便识别 我把它叫s.soft soft表示软链接 回车 这个时候呢 这个文件就已经生成了 这是软链接文件 我们再生成一个硬链接 ln-etc-so time下面 我们建立一个硬链接 假设叫so.hard 这个时候就生成了一个硬链接文件 那么现在我们分别来观察一下 软链接和硬链接 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 先看一下软链接文件 我们先看一下原文件的详细信息 是这样 我们再来对比观察一下 软链接 这个文件生成的软链接的详细信息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两个文件 它们的信息相差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链接的特点 我们看一下软链接文件的特点 那么软链接文件呢 我们先仔细观察一下 ls-r文件里面 给我们显示的这样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首先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文件的前面 它的权限是很特别的 首先呢 它第一个字母表示文件类型的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如果是一个杠 就表示是一个文件 是一个d 表示是一个directory 是一个目录 如果是一个l 表示是一个链接文件 link 所以如果你看到前面的文件类型 是link 就表示 它是一个软链接文件 注意是软链接文件 因为硬链接 并没有这样的文件类型的标记 而且后面的权限 是三个rwx 我们在第一节课里面 讲ms-r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 在linux系统里面 每个文件把用户分成了三类 这三类用户分别是 所有者 所属组 其他人 他们每个用户都具有三种权限 分别是 可读 可写 可执行 就rwx 但是你现在看到 这三类用户都具有rwx的权限 也就意味着 所有的人都有全部的操作权限 所有的人都有全部的操作权限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一个文件 所有的用户都有全部的操作权限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安全性又怎么样来保障呢 那么我这里面先说一下 软链接文件到底怎么用 我们打一个比方 很简单 软链接文件就类似于windows的快捷方式 这样就很好去理解 windows的快捷方式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 为什么要用快捷方式 大家都喜欢把经常用的一些软件 放在你的windows操作窗口的桌面上 这样的话 你只要打开电脑 首先显示的就是桌面 你在桌面上很容易找到 你想要看的那个 或者用的那个软件 那么比如说审查老师很喜欢用快播 他又在快播呢 在桌面上创建了一个快捷方式 他每天打开电脑就直接双击快播 他天天就很容易的找到 他最爱的快播这个软件 把它打开运行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了快捷方式 那么这是快捷方式的作用 它可以方便快捷的 让你找到你最常使用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像windows的快捷方式 像你放在桌面上的那些图标一样 这是快捷方式的特点 也是为什么要用软链接 便于你做这样的规划 方便你进行管理 所以它跟windows快捷方式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类似的特征 而且你双击windows桌面的图标 它是运行那个图标 它就是一个启动的程序吗 其实并不是 如果你右键属性的话 你会看到那个图标 在它的文件位置里面详细写着 你双击这个只是个快捷方式 说白了它只是一个符号指向的链接 它会指向到原文件 这个原文件可能存放在 C盘的Program Files下面 也就是你的 这个软件的安装目录下面 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链接指向 换句话说 Linux的软链接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软链接文件 叫 ISO.SOFT 但实际上呢 你注意观察一下 它在文件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指示 里面写了这个软链接 TEMP ISO.SOFT 箭头指向ETC ISO 也就是说指向它的原文件 其实当你运行这个快捷方式的时候 这个软链接的时候 包括Windows双击这个快捷方式的执行图标的时候 其实归根结底 它还要找到原文件来进行执行 软链接如此 Windows的快捷方式也是一样 其实你就可以把Linux的软链接理解为 它的作用就跟Windows的快捷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它的软链接权限可以给三个RWX 很简单 因为这个权限不决定了原文件的权限 也就是说每个用户在对这个软链接进行操作的时候 到底它能具有什么样的权限 是由这个文件对应的原文件的权限 对应的原文件的权限最终决定的 所以记住在Linux系统里面 所有的软链接文件 它前面的这十个文件类型和权限的标识 全部都是L、RWX、RWX、RWX 这是软链接文件第一个特点 用L来标记权限全部为三个RWX 第二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你记住这个文件很小 你看到只有七字节 只有十字节 原文件有47个字节 但其实就算原文件有4700个字节 它的软链接也差不多是这么大 就跟Windows快捷方式是一个道理 你就算再大的一个文件 你把它生成一个快捷方式 它也非常的小 因为它仅仅是一个符号链接 它的作用仅仅是你在运行它的时候 给你指向原文件去运行原文件而已 所以它很小 它只是一个符号链接 再一点 刚才我们也说到 它会有一个箭头指向 硬链接是没有这个箭头指向的 硬链接没有这么明显的标记 说我这个硬链接 它的原文件在哪里 它有个箭头指向是没有的 所以这是软链接的特点 那么记住 在Linux系统里面 软链接其实用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软链接 你就想一想 Windows为什么要使用快捷方式 所以说呢 我们在应用的过程里面 记住Linux的软链接 有这样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 Linux的软链接文件 我们注意观察 只要是软链接 它一定是以L开头 权限是三个RWX 只要是软链接 这个文件一定很小 因为它只是一个符号链接 只要是软链接 它一定有个箭头 指向到它所对应的原文件 这是软链接的特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硬链接 我们看一下 刚才生成的硬链接文件 iso.hard 这是它的详细信息 再看一下 我们原始的这个iso的文件 它的信息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这二折有什么不同 你会发现 除了文件名所在的位置 不一样以外 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文件的大小 这好像就相当于是拷贝一样 但是要注意 我们前面讲过 得相当于是CP-P 保存了文件属性的拷贝 文件的修改时间都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硬链接到底跟CP-P有什么区别呢 相比CP-P它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 它可以同步更新 可以同步更新 也就是说原文件和硬链接文件 两个文件可以同时更新 我们做一个实验 这里面有一条命令 是我们后面会涉及的内容 这个命令呢 叫Echo 可以用双引号 可以引用一个 你要写入到某一个文件中的内容 假设我写一个 3w.lampbrother.net 两个大约号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详细再去讲解 前面为了做这个实验 大家可以先简单的尝试一下这个操作 这条命令的作用 是可以往一个文件的末尾 写这样一行 3w.lampbrother.net 你可以写到原文件 也可以写到硬链接文件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 这两个文件会同步更新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应该先看一下 用我们上节课讲过的命令 Cat 先看一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EDCS原文件 硬链接文件 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随便往其中某一个文件里面 写一行 比如说写到原文件里面 这个时候你再观察原文件 就在这个文件的末尾增加了一行 3w.lampbrother.net 我们再观察一下硬链接文件 tmp下面的 is.h 硬链接文件 也增加了这样一行 那么这里面提一个小的问题就是 软链接查看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 当然也会是这样 因为软链接只是一个符号链接 所以你在浏览软链接文件的时候 它归根结底会找到原文件 打开原文件的内容 那么这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们做一个比较夸张的实验 假设说现在呀 我们把这个etc.iso 我把它备份一下 拷贝到这个tmp下面 叫iso.backup 然后我把这个原文件把它删掉 我们把原文件删掉 删除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硬链接和软链接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我们先来说软链接 软链接会怎么样呢 因为软链接就像Windows的快捷方式一样 如果现在呢 你把Windows吸盘下面 Program Files下面你装的一个软件 把它直接把安装目录删了 这时候你运行桌面的图标 它找不到原文件 它一定会提示你 这个运行不了 那么如果现在Linux里面的软链接 你把原文件删除了 软链接无法定位到原文件 自然它就会提示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但是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硬链接 你会发现 硬链接文件依然可以访问 没有变化 没有影响 所以硬链接呢 记住第一点 它就类似于拷贝 两个文件就像复制的一样 但是呢 它可以同步更新 那么除了同步更新以外 这里面你会发现 原文件就算丢失 硬链接也依然可以访问 这也是很大的一点不同 而且这里面我们 再讲一个话题就是 怎么来判断一个文件的 硬链接呢 因为软链接很好判断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名称 就能知道 这是一个软链接文件 它的原文件在etc.iso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一旦原文件丢失了 你看到它颜色里面就会不断的变成红色 在一直闪 硬链接怎么观察 我们到temp下面 刚才我生成了一个备份文件 叫iso.backup 我把它生成一个硬链接 假设叫iso.backup.hard 我再给它生成一个软链接 叫soft 我们前面在讲ls命令的时候 讲过一个选项叫-i 可以查看到一个文件的i节点 我们通过什么来判断 这个文件 是不是 它的硬链接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项 我们来看一下 ls-i 我们依次看一下这三个文件的i节点 注意观察 这是原文件 它的i节点是31461 这是硬链接 它的i节点也是31461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看软链接 它就不是这样 我们前面在讲课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 每一个linux里面的文件 都会有一个i节点 包括呢 它的每一个进程 有一个进程的标识号 每个用户 有一个用户的标识号 都是一个数字的标识 用于内核来进行调用 和区分的 内核来进行调用机管理 就像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样 那么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一个文件一定有一个i节点 但是呢 一个i节点 不一定只对应一个文件 硬链接 就是最特殊的一个案例 你看到 一个i节点 是映射到了多个文件 当你把一个文件删除 另外一个文件 也依然会存在 好 这是硬链接 这个时候呢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也明白了 为什么硬链接可以同步更新 非常简单 因为当你对一个文件 经写操作的时候 在内核的层面操作 它实际上是针对的这个i节点 但因为这个i节点 同时映射到了两个文件 所以它自然就可以同步更新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 i节点的概念 那么硬链接呢 不仅可以同步更新 而且它跟软链接 还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呢 我们在讲这个不同之前 简单说一下 其实硬链接 在Linix系统里面 用的非常非常的少 只是作为了解 大家有一个印象 比如说我们 什么时候可以用硬链接 其实这种情景并不多 举个例子啊 假设说 现在我在写一个脚本 在我们兄弟联的Linix服务器上面 我在写一个 我们后面要讲的Sile脚本 可能刚写了没多久 还没写完 结果下周呢 可能有一所大学 希望我去做一场讲座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就想 那把这个脚本编写的事情 拜托沈超老师来做 这个我就可以 这样去做这件事 我可以生成一个硬链接 在他的一个经常使用的存放文件编辑脚本的目录里面 然后他就去写 一方面呢 他写完了我这边直接同步更新了 另外一方面呢 相当于一个备份 万一这小子 突然之间不小心把这个文件删了 我那边还有一份 这是硬链接的好处 那么他相当于是可以做一个实时的备份 你可以这样去做 那么这是硬链接的 但是确实 他用的不算特别多 而且硬链接 记住 他有两个特点 跟软链接不太一样 第一个 硬链接不能跨分区 简单来说就是 你假设像Windows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 放在Windows系统里面来做的话 就相当于Windows系盘有一个文件 你不能把它硬链接到D盘 我们在安装Linux的时候 分了不同的分区 比如说至少有跟分区和-boot分区 那么如果 我们把一个文件 假设说 我现在放在 temp下面的 isoo.backup 这是属于跟分区的 因为在安装系统的时候 单独划分的跟分区 它 保存了这个文件 但是你把它放在 另外一个分区 -boot分区 在这里面 叫isoo.backup.hard 这是不行的 这就相当于是 你要把一个Windows系盘的文件 生存跟硬链接到D盘一样的道理 它是不能跨分区的 我们一回车 你会发现 它提示你 无效的跨设备连接 但如果是软链接 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就算它跨分区 你安装系统的时候 把-boot单独划分了一个分区 但是也没有关系 软链接是可以的 所以硬链接和软链接 最常见的区别 第一个就是 硬链接不能跨分区 第二个 硬链接不可以针对目录使用 比如说 我们要把一个目录 做一个链接 假设说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系统的 temp这个目录 做一个硬链接 我把它放在 刚入的下面 叫temp.hard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一个提示 叫做不允许将硬链接 指向目录 不允许将硬链接 指向目录 也就是说 硬链接不能针对目录来 设置 但是软链接是可以的 就像在windows里面 比如说你把地盘的一个目录 生成一个快捷方式 放在桌面上 方便你经常进入这个目录来 经查找文件 这是允许的 另一个字里面 软链接也一样允许 我们可以直接把一个目录 生成一个软链接 也是可以的 所以硬链接和软链接 最主要的有这样的两点区别 需要大家有一个了解 这是关于这一节课 讲的链接文件 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 链接文件呢 其实只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叫生成软链接 第二个叫生成硬链接 命令格式大同小异 都是呢 LN或LNS LN-S 加上原文件 再加上要生成的链接文件的名称 那么需要大家掌握的 重要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 生成的软链接文件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会看到 软链接文件会以L开头 软链接文件会以L开头 表示它是一个软链接 刚才我们通过讲解 看到硬链接是没有这个L的标记的 而且权限是三个RWX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试 或者是一个考试 人家问你 在Linux里面最常见的权限为RWX 所有用户权限都为RWX权限的文件 是哪一种类型的文件 那一定是软链接文件 因为任何一个新建的软链接文件 权限都是三个RWX 而且因为软链接文件 它只是一个符号链接 所以它非常的小 一般只有十几个几十个字节 再者软链接文件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箭头指向 把软链接文件对应的原文件 做了一个箭头的指向 那么最重要的记住一点 什么时候用软链接文件 就是什么时候用Windows快捷方式 你就什么时候用软链接 只是为了便于你的管理 便于使用而已 那么这是软链接文件 我们在Linux里面用的最多的一种链接文件类型 因为硬链接文件比较像拷贝 加上同步更新 像CP加P的拷贝保持文件属性 所以你看到原文件和硬链接文件 它所有的属性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唯一不同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同步更新 一个文件改变了另外一个文件同步更新 而且就算是其中一个文件被删除或者丢失 另外一个文件依然存在 那么因为硬链接和软链接 它的IG点是一样的 我们用LS-I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另外注意一点 硬链接和软链接的不同 硬链接不能跨分区 不能把一个分区的文件 硬链接到另外一个分区 硬链接不能针对目录生成链接文件 不能把一个目录生成一个硬链接目录 这是不允许的 这是跟软链接非常大的不同 好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新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主次回归者可以登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